小蜜蜂 小蜜蜂 小蜜蜂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很重要 因為有些像蜂蜜 沒有什麼適色的 還有時候會在適當的時候 補充我們的學分 大家還是非常想要知道 所以從這個行業 如果像我一樣 挑戰30天不休息的話 小蜜蜂一個月有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 太多 那我開始幫你喊了 頭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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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的喔 在小時候都有聽過這種廣播 那老闆為什麼你比較做這麼廣播 我有啊 我會喇叭 到現場 對 是在那裡 涼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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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小蜜蜂 按電鈴的方式 涼的風 涼的風 老闆 所以你是拆模的 拆模的 那你手上拿的這一罐是傳說中的葡萄汁嗎 紅葡萄汁 紅葡萄汁 是五酒精的 五酒精的 對沒有說 小蜜蜂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對 其實很重要 因為有些像風力 還有時候會在適當的時候補充我們水分 以及我們每個階段性所需要的營養 對 看你也有吃零食 是不是也是補充體育的一種 對 所以小蜜蜂對動力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好我們繼續趕下一場 喔賺錢就興奮 好了 我待會喝水 OKOK 拜拜 小蜜蜂使用手機的頻率應該是高於一般的吧 幾乎 對一直打一直打 也是 像你剛剛說的 跟時間賽跑的一個行業 對 因為精華時間就是 你剛剛說的 在上班前吧 上班前 然後9點到10點 9點到10點 然後中午 中午 然後下午就大概兩三點 這個時間 這個行業其實也是很競爭 滿競爭 因為門檻算低嗎 前進執行 然後工地的一些經驗也好 但是你跟在工地裡的活 就是靠後來還沒服務 服務啦 他常常跟你一直買 然後反而你如果那天沒來 他還會打斷叫你起床 對 這代表是你服務做到位了 所以人家就一定要跟你買 不然他隨便地方都可以買 就是那種事業上的承受感 大家喜歡你 然後要買你的飲料 就是沒有看到你就不舒服 因為我曾經打給小蜜蜂說 嘿老闆 可以送上來了 對 然後他很不情願 可是他又不需要做 其實你們是工地裡面的 吳柏翼嗎 哈哈哈哈 後製可以幫我 在他頭上打吳柏翼嗎 哈哈哈哈 工地只跟他說 平常是說我沒有人 要兩人來 就大家都我了 哈哈 這句話真經典 哈哈哈哈 齁 一點都不好玩 我以為可以很輕鬆坐在副駕楼 我真的吹著風這樣 就真的跟趕場一樣 趕場 只差你後面載的不是明星 是你不要 然後是我們工地明星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的車後面到底有什麼寶貝吧 沒有 水啊 大學小學 還有 欸老闆 這個是研磨的咖啡嗎 對 這就算了 OK 有零食區 香菸 喔 喔 還有葡萄汁 葡萄汁 五九菌的 喔 檳榔 跟其他飲料 所以你賣這些飲料跟Seven 都差不多 對 比較冰一點 那有些 小蜜蜂他會有賣熟食 我們算是 比較流動型 不是固定型 所以你行得比較方便做這些 未來會增加熟食嗎 未來有機會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一天的行程 跟著我們的老闆 那大家還是非常想要知道 所以從這個行業 如果像我一樣挑戰30天不休息的話 小蜜蜂一個月的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 平均收入 不能說謊喔 大家會吵 那一二十五 啊不是啊 太多 其實我們也是有 像夏季跟中季 差別 保守的話 六到八萬元都收入 其實這個產業好像有一點 偏向落落跟消失的 像都知的話 現在商店很方便 這些比較 可能圍禁堡類的商品 酒精類的飲料 其實現在工地很多都會進 但是當初這個算是很大的收入 這個算是一部分的收入 對 尤其四月一號正式 一起機場 會機場 因為你們在小蜜蜂圈 已經大家在展開了 對不對 那沒落的話 你畢竟你也算是小蜜蜂二代 富二代 富二代 真的富了 收入其實是大大的增長 減少了 但是還是可以一個月 有六到八萬元 是覺得有點誇張 你看不只是開車 你要注意交通安全 然後你電話可能會一直接 你要提名邊接電話 然後包括有訂電當的服務 對 你其實算是很多元的一個 傳統產業 傳統服務